诸经广赞刺发功德 文明措耳 重罪兵消 畅身见字 万得云集 前观担心 只有净土 深修原知 献真佛道 这几句话 把这个阿字赞叹到基础了 我们听得很多 我们念得很多 为什么这功德都没看到 什么原因 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有 菩提心是真心念 我们是妄心念 我们今天如果一旦阿弥陀佛在面前 问我问 要不要往生 我们还在考虑 没办法回答他 阿弥陀佛不等的 你不到 不回答他就走了 决定没有考虑的 现在阿弥陀佛在现前 马上就跟他走 没有丝毫顾虑 这是真心 这叫真念 我们天天念 天天是想 我到极乐世界去 真来了 不敢去了 那我们佛堂挂个 大夫妻的招牌 告诉大家 七天决定往生 你看看有没有人敢来 没人来 来的人心不清净 心不清净 打金镜夫妻的时候 会很容易招牧 招牧就变成神经病了 金镜夫妻 我没见过 我只听李老师讲过 他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创办太中年事 打了两次金镜夫妻 两次都出毛病 以后再不干他了 他自己修行不错 邪秘渊荣 同学出了事情了 他告诉我 整整用了十个月 帮助他恢复正常 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叫我千万不要干这个事情 人家好好的人 到你这儿来念佛 念上七天 变成神经病 你家里不答应 送到神经病院 那就坏了 一生都完了 老师有这个本事 用十个月恢复正常 我们没有一个能力 敢做吗 听到老师这个经验 我们不敢尝试 不敢不敢尝试 自己也不敢这样做法 为什么 真用功 幽默来找你 愿情债主来找你 为什么 你想走了 你欠我的命 没还命 欠我的债 你没还钱 你就想走 所以 愿情债主劝来了 你的病就这么得 你修行 功夫不到家 走不了 愿情债主 在旁边看到笑话 你是搞假的 不是搞真的 随你去 不管 你搞真的 他就来找我 假的 愿情债主不来 愿情债主 在旁边死不来